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脊骨神經科的療程 如何從治療中得到最佳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看 從這個畫面開始看到 一開始看我們會有兩種病人 一種是有很嚴重的症狀 影響到生活質素 可能會出現追加判施出有很多麻痺 不舒服等等 第二種是症狀沒有那麼嚴重 可能是在辦公室坐得多 出現頸巾背痛的問題 從這個畫面看到 這兩種類的病人都會從治療中得到進步 但當我們進步到某個點的時候 病人的症狀開始減少 開始減少就是病人可以決定 做不繼續做脊骨神經科的治療 但有一批病人去到這個點的時候 他覺得症狀好了 是否代表問題沒事 那時候他們就開始決定 不繼續治療 但問題是不繼續治療的時候 因為脊骨神經科處理的問題 是處理脊骨結構的問題 並不是處理症狀表面的 當他們去到這裏 結構方面未開始穩定 但症狀好一點的時候 他們不看的時候 結構開始越來越不穩定的時候 有機會症狀就會回來了 當症狀回來的時候 他們又開始再看一隻眼衣 感覺上好一點 然後又覺得好一點 不需要看一隻眼衣 然後又停止治療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另一類的病人 通常他們去到這個位置 做症狀好一點 他們知道結構需要處理 他們會繼續治療 令脊骨更加穩定 達到治療治本的效果